每月打出刀 不分有缘 往事入燕 相见争辱不见 逆千遍 万里残忍 月圆月 却残眠 山如花 眉人入眩 落花 流失万劫 千秋公连 人生百年 此故 繁华 眨眠 万里残忍 一年 生年年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每人在此 身体并肩 相思 相识 三日线 万里残忍 一生一年年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每人在此 身体并肩 大好 将山都感变 丐帮各位兄弟 倘若各位 还念着昔日乔峰 也曾为丐帮立过些威功的话 请帮乔峰 照顾阿珠姑娘的平安周全 乔兄弟 只管放心 白某定会看球 血身衣 治好阿珠姑娘 如果阿珠姑娘有个三成两短 白某甘当自吻 以谢乔兄弟 绝不食言 好 用白大哥这么说 敲风 死也瞑目 小兄弟 你的酒呢 咱们兄弟共饮一探 好 干 小兄弟 我会照顾夸阿珠的 阿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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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兄弟 待会儿交起手来 你不必手下留情 宋某就算死在你的手下 那也是死而无憾 没错 乔兄弟 杀就杀得个通顿快快 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大不了来世 再和你乔峰做兄弟 对 对 四位长老 肝胆相招 豪气冲天 能和四位做兄弟 是乔峰的荣幸 干 好酒 酒痛快 快 好酒痛快 快 就好了 行宿了 小枫今天和各位英雄 血以死战 谁先上来 他已经喝了四十几滩了 快要醉了 我们也过去跟他喝几滩吧 等他醉了 就比较容易下手了 我看行 我先来 来 小枫 我跟你喝一碗 我和天下英雄喝这绝交球 是为了将往日恩仇一别勾销 我和你没这个交情 我和我和天下 os 伯伯 小心 天下 马术 走 走 来领教 领教 具现装游士双凶的高招 师兄 不要命了 小翠儿 我和你并肩作战 你工作我公用 上 我们三个一起上 好 难得我们三个心平起合在一块 哈哈 傻蛋的狗贼 好一个长江散敌了 还有谁要决一死战 阿弥陀佛 先离恒行 揭 揭 上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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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与大辽势不两立 缓队 银除这个恶毒的燎人 上 上 好 好 乔大哥 小鳳 你 该还的都还了 咱们兄弟情意已断 驾 飞龙在天 双龙去追 爹 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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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你断在 人在 断回 人亡 这真是奇耻大辱啊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爹 爹 爹 你怎么能就这样扔下我 叔父 爹 谭婆 杀了她 老婆子 我来了 阿珠 你没事吧 乔大哥 你们谁敢再逗阿珠 就杀了她 阿珠 乔峰 她的真气快耗尽了 你快为她输真气吧 她要是断了这口气 别说我 连神仙也救不了她 乔大哥 你别管我了 你要是为我输真气 他们一定会偷袭你的 你快走吧 要不然咱俩谁也活不了 快走 快走 宣殿下 只有宣神医能救你 阿珠 你一定不会有事 宣神医 现在只有你能救阿珠姑娘 乔峰 什么事都答应你 那还不简单 只要你自行了断 我就一命换一命 一命换一命 一命换一命 乔峰 背着杀父杀母杀恩师的罪名 在你们眼里 本来就是个死有余辜之人 乔峰今天来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好 乔峰 乔峰答应你 不 乔大哥 阿珠 乔大哥 阿珠宁愿跟你一起死 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你为我而死 你若自行了断 阿珠一定会在你身边自吻而死 阿珠说到做到 阿珠 你这又是何必呢 乔峰本来就是个该死之人 不 乔大哥 不管他们怎么陷害你 污蔑你 你在阿珠心里 永远都是那个顶天立地的 大英雄 真浩瀚 你若死 阿珠绝不毒活 阿珠 乔大哥 来 杀了这个小贱人 乔峰就一定会认罪自杀 不准你侮辱阿珠 你最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呢 阿珠 无论如何 他们也不会放过咱们 反正是一死 乔大哥 陪你一起死 废话少说 送你一生 阿弥陀佛 我一身无故 出自少林 淫水寺源 岂可杀害少林高僧 今天 蒋风反正是一死 就少杀你一人 杀 我蒋风 一生多心人意 维护中原武林太平 保卫大宋安宁 今天 却少了这么多英雄好汉 阿弥陀能跟你死在一起 阿弥陀死而无憾 阿弥陀 今天 乔丰 就还天下一个太平 阿弥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里牵手掏寻觅 命令纠结不出息 心生去恩怀不及 别有爱生花穿梨 敬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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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恩不远信 不止恩公是谁 只求恩公让乔风遗见庐山之面目 山洞里有干粮 酒肉 足够你吃上半个月了 你就在这儿安心养伤吧 没有人会找到你 多谢恩公 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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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重伤之下还能借我二十几招 可见你武功之高 但却是个愚不可及之人 我不应该救你的 谨令恩公教会 恩公 你这个傻瓜 教训的也是 等阿珠姑娘 与乔风同病相恋 又是天下间 唯一相信乔风之人 乔风轻心与他 愿与阿珠姑娘 同生共死 至死不悔 同生共死 同生共死 好 好 好 你这个痴心的蛮劲 我很喜欢 人的本性 是改不了的 但你好好把命留着 干你该干的事去 好 好 好 爹 叔父 你们安息吧 乔风 你害死了我爹 害死了我叔父 让我家破人亡 将来 我一定要杀了你 报仇雪恨 迟早有一天 我有坦之会报仇的 我一定会报仇的 阿珠姑娘 且慢 臭丫头 快说 那个救走乔风的黑衣人 是谁 你说了 我就给你药喝 喝 喝吧 喝了药你就可以保命 还可以见你的乔大哥 你快说 你要是不说的话 别怪我们折磨你 那个黑衣人啊 就是黑衣人啊 你还在这儿装模作样 阿珠姑娘 我劝你还是说了吧 要不然 受罪的是你 那个黑衣人呢 开始在昆仑山学艺 后来又去了东海学艺 再后来呢 这些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别隐瞒了 快说 那个黑衣人是谁 他跟乔风有什么关系 哦 关系啊 关系呢 就是他的师叔 不对 是师伯 也不对 好像是师叔祖 你还在这儿乱说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呀 你们让我说我都说了 我都病成这样了 你们又不给我吃药 我整天糊里糊涂的 神志不清 我晕死了 那就让我一刀一刀地 刮花你的脸 让乔风一看见你就想吐 看你还敢不敢乱说 哎呀 我说就是了 他是马大元 是汪剑通 是玄碑大师 哦 他在那里 在那里就在那里 他来了 他来了 你还敢乱说 我知道马大元是谁杀的了 是你 还有你 不 你 你不要尽口胡说啊 还有还有 玄碑大师也是你们杀的 不是 好了 你别逼他胡说了 他现在胡说 你心里痛快了吧 薛神医 你看阿珠的病 确实很严重 不如你把他带回去 给他医治吧 白长老 你是让我救他 看来你对乔风 还是守承诺的 哎 哎 薛神医 只要你能把阿珠姑娘治好了 白某院将七招 缠辞其拿手相传 作为回报 你意下如何 这样啊 那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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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 你好好把你命留着 干你该干的事情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会救我 又为什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 我也要再回剧衔庄一趟 不能把阿珠扔下不管 不是召开英雄大会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呢 是不是我们来晚了 老伯 跟你打听一下 聚贤庄是不是要召开英雄大会啊 完了 完了 都完了 是开完了吗 开完了 也死完了 总之 都完了 那我义兄乔峰他有没有来过啊 他没有遇到什么不测吧 乔峰 对呀 就是乔峰 他到底怎么样了 人都是他杀的 他能有什么不测 我们家两位老爷都死在他手里 少爷到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就剩下我这个老管家守着这个院子 要找乔峰啊 那我别出去吧 好 邓公子 乔大哥他没事你就放心吧 这里刚刚经过一场厮杀 我们不便久留 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 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好 我们走吧 阿弥陀佛 走 走 怎么 你 你怎么追来了 大师啊 看到你安然无恙 我们俩就放心了 是啊是啊 你们两个敢合起来耍我 今天我要不给你们点厉害尝尝 你就不知道佛爷我有多慈悲 大公子 你没事吧 要不是我福打命打 关键时刻冲破玄关 就被你给害死了 还有你 你个臭丫头也该教训 大哥是你啊 先进 好 阁下是哪一位啊 在下乔峰 阁下就是北乔峰 我九魔智今天总算有幸见到 中原武林响当当的北乔峰了 原来大师就是擒走我异地的 吐蚌法师九魔智 我乔峰正想会会你 那就领教了 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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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龙十八掌果然名不虚传 小僧能与北乔峰对上这一掌 也是三生有幸啊 大师 见笑了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能与小僧大乘平手的没有几个人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咱们后会有期 大师且慢 我一滴断玉 年少我之后 希望日后 看在乔峰的薄面上 不再有他计较 怎么又是你 老人家 请问之前 有一位受了重伤 来到你们府上的叫阿珠的姑娘 还在府上吗 他已经被薛神医给带走了 被薛神医带走了 敢问您一句 他走的时候 伤势如何 我又不是大夫 我哪儿知道 老人家 大哥 既然薛神医 他有神医的美誉 那想来阿珠姐姐的伤势 应该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心吧 是啊 现在天色已晚 我们也不便再打扰了 也是 我看 我们不如找一家客栈 先投诉吧 二位 这里就是客房了 王姑娘 我们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了 又被舅魔智那个臭和尚 给折腾了一场 你一定累坏了 那今晚 你就好好休息休息吧 多谢段公子关心 倒是你挨了那个大和尚一掌 要不要紧啊 我不要紧 没事的 只可惜一直没有陪王姑娘 找到你表哥 我表哥这几天一定有其他的事情 总之谢谢你了 段公子 王姑娘不必跟我这么客气 能让你如此清心 又跟我大哥并称为北乔峰南慕容 我也希望能够 早日拜见这位江湖中 赫赫有名的慕容公子呢 我表哥他文武双全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王姑娘 时候不早了 赶紧休息吧 我愿意 你不早就不早儿 我愿意 会得到你 你应该是要的 我愿意 你也得到你 你愿意 你愿意 大哥 没事的 你放心吧 阿珠姑娘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希望真的如异地所说 来 咱们兄弟友谊真的没见了 陪大哥喝完酒 小弟见大哥安然无恙心里特别的高兴 上次和大哥斗酒的时候小弟耍诈 这次啊 咱们一定不醉不归 好 干 干 义弟 你有心陪大哥大哥就很高兴了 不要勉强自己 不 不勉强 不勉强 能见到大哥我心里高兴 这酒进了肚子啊 反倒觉得舒服了 对了 怎么不见王姑娘 我刚刚把她送回客房休息了 这段时间以来 她为了找她表哥四处奔波 也够累的了 王姑娘对她表哥 也真的是以往情深啊 大哥 你在想什么呀 我想起阿珠 这段时间我跟她相处 我觉得她 特别可爱 有时候很贴心 有时候又古灵精怪 是 大哥 你提起阿珠姑娘 连眼睛里也纯实笑意啊 我十六岁就进丐帮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丐帮上 几乎都没有 跟女孩子有过深的交情 我从来也不知道 自己会对一个女孩千尝寡度 回想起来 这些年除了丐帮 我竟然一无所有 离开丐帮 我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了似的 大哥 你为人光明磊落 小弟绝对相信你 好兄弟 冲着你这句话 大哥一定会想尽办法 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处 来 干 干 说说你吧 义丁 我看你对王姑娘 似乎挺照顾她 大哥 我是因为看着王姑娘 这么真心切意地 爱着她表哥 我打从心底里感动 所以就想帮她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千万别像我这样 好 大哥就是欣赏你这样的真性情 所以呢 老天爷不帮我们 我们就自己帮自己 你放心 像异地这么好性情的人 缘分到了 定会遇到一个好姑娘 希望老天眷顾吧 大哥气宇宣昂 武功天下无双 我也算玉树临风 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一段好姻缘 明天你我兄弟二人 就要各奔东西了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那我们今晚就来个以醉方休 好 来 干 干了 义弟 毛姑娘 这一别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两位多多保重 乔大侠也多多保重 大哥 等到事情水落石出之后 小弟再与大哥 喝上三天三夜 大哥 大哥 一路保重 驾 大哥 阿珠姑娘 今天觉得怎么样 薛神医妙手回春 医术高明 我感觉已经比前几日好了许多 但是我还是感觉胸口闷得很 可能是老代在屋子里太闷了 若能出去院子里晒晒太阳透透气 肯定会好很多 这是当然的 一个好端端的人若是长久关在屋子里 没病也会闷出病来的 是啊是啊薛神医 你好不容易才把我救活 不会让我在屋子里又给闷死了吧 我救活你那是我的本事 你自己闷死在房里那是你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从鬼门关逃出来 为什么要把自己给闷死 好啊 那你就说出那个黑衣人究竟是谁 他跟乔峰什么关系 老夫这就陪你出去透透气 算了算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 待在屋子里等死吧 算你命大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 你也别想走出这里 天下英雄还要用你引乔峰上门呢 用我一个女孩子 这次引乔大哥出来 你们也配称英雄豪杰吗 真是可笑 乔峰那个辽贼 不但杀了养父养母 还杀了自己的寿爷恩师 跟他这样的败类还有什么道义可讲啊 天下人就是用下三滥的手段杀了他 那也还是英雄之举 瞧你说得那么慷慨激昂 请问你是有哪只眼睛 看见乔大哥杀人的 好了 我看你是被乔峰灌了迷魂汤了 我不跟你这臭丫头争辩了 总之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愿意供出乔峰的同伙 你就什么时候走出这个房间 我的胸口闷得很 我喘不过气来了 薛神医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好难受啊薛神医 你怎么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想出去走走 既然你不在意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那我就得罪了 好好爱爱我吧 好好爱爱我吧 啊 要是我们下三滥的手段 要在哪里边去出了 好好爱自己的头小 millennium 不过是一句话 让我感受不到 是人还是家 抬起你的头来看我 告诉我你爱不爱 请你对我说个明白 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 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加入牵不到你的手 我会把感情收回来 抬起你的头来看我 告诉我你爱不爱 请你对我说个明白 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 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请你对我说个明白 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 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加入牵不到你的手 我会把感情收回来